好辣 Weeklypedia 今個星期的知識是 食辣 媽!好辣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很喜歡食辣 食辣還好像食上癮一樣 越吃越辣 到底辣對人類有什麼吸引力 今集我們找來醫生和我們分享 人為何喜歡食辣 食辣是否可以訓練 辣對我們人體造成的生理反應 還會和MM一班主持 食全球三大最辣的辣椒 我可以棄拳 我可以棄拳 其實早在公元前五千年 竟有種植辣椒食辣的習慣 但就不是每個國家都一樣喜歡食辣 那有什麼國家地區的人 是特別喜歡食辣 當中又有什麼玄機呢 東南亞國家 東南亞地方 減泡寨 會比較吃辣 吃辣通常都應該是近赤道的地方 什麼印度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這張圖記錄了世界各地的人 使用辣味香料的分布圖 可以見到基本上 位度越高的國家 使用辣味香料的比例就越低 相反位度越低 就使用得越多的辣味香料 你有猜不猜到是什麼原因呢 吃辣其實是幫助排汗的 排汗是會散熱的 可能他們就很喜歡吃辣 然後就要出一身行 爽一點 令自己涼快一點 但好像不會涼快 所以這個是我想不到的問題 同事不約而同都說 吃辣是因為天氣太熱 要排汗 雖然這個說法好像很普遍 但一個更可信的說法 是說在現代社會之前 人類一直很努力地尋找 令食物可以保存得更耐的方法 在高位度也即是寒冷的地方 因為低溫不論是蔬菜或者肉類 都可以保存得更耐些 但低位度即是比較熱的國家 食物就很容易會腐敗 當時低位度的人就發現了 好像薑、蒜、辣椒等等的辣味植物 可以抑制細菌 令食物沒有那麼容易變質 就成為了人類使用辣味食材的攬箱 以上是人類用辣的開始 而有個知識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味蕾可以感知到甜、酸、苦等等 但就感受不到辣 因為辣其實是一種痛覺刺激 所以食辣都可以理解做自虐的一種 人類也是極少數會食辣的哺乳類動物之一 而且喜歡的程度可以說去到喪心病狂 大家都應該聽過外國有不少的專家 都會努力中植研發最辣的辣椒 今天我就找了個朋友 幫我拿了這些世界文明的辣椒 包括被譽為世界上最辣的卡羅來納死神 他就是致命辣椒傳教士的許仲和 我是賣辣椒和辣椒醬的 我的品牌名叫做The Chili Gospel 因為喜歡吃辣 出街吃飯去酒吧都會隨身帶備辣椒 後來還開自己的牌子 將一些罕見的辣椒、辣椒醬引入香港 今天他就帶了五款辣椒過來 歡迎大家來到第一屆 第一屆M.M.M.國際山食辣椒大賽 我是今天的C.Y. 辣味BB 好!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介紹一下 為了快速給大家了解各人的食辣程度 我們決定show一show各位食譚仔的辣度 10小辣寒 做一條辣椒 你憑什麼覺得自己可以做到一條辣椒 我只是一個腦海想起大家吃完辣椒 很痛苦的畫面 好辣 然後又覺得要做這一條稿 假裝了 但我想不到我自己也是那個畫面的人 首先第一關是辣度達到2500到8000的麥西哥辣椒 好!3、2、1拍啦 看來麥西哥辣椒除了Yoyo之外 大家都輕鬆過關 Yoyo眼泛淚乾了 第二關就是辣到10萬到35萬 是麥西哥辣椒40多倍辣的夏娃娜辣椒 不過在場大部分人連淡仔中辣都吃不到 我們唯有作弊一下 由整條辣椒改成吃一小塊的辣椒 還不錯 你今天也不用補唇膏 你手震 哈哈哈哈 你都流汗了 流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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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爆汗了 伸了你 但阿和說這個也沒算厲害 下條辣椒才真的來了 2013年今次世界紀錄最辣的辣椒 指數達到220萬的卡羅來納死神 阿和有沒有聽過吃這隻辣椒最厲害的反應會怎樣 這隻辣椒最辣椒 金剛夠幽黑 這隻辣椒最辣椒 這隻辣椒最辣椒 121 拍啊整個拍啊 我覺得很不妙 來啦來啦來啦 主題 我的鏡頭收縮得很嚴重 我現在不是一條舌頭 我現在有個喉嚨很辣 你講得到話嗎 講得到 死得了嗎 瘦咧 瘦咧 我可以棄拳 你不行啊 你當然是可以棄拳 你當然不是很合得到 你伸出來看看你的舌頭有沒有 脹了 很多舌頭 我和大家走到最後 你三天都不放棄 我這些人碎怎麼可以放棄啊 剛剛已經舉了手的敏儀 你又會不會和他們一起走下去 我弄一條你剛剛 來到要挑戰指數 達到248萬的龍之氣息 現在我聞下去 都會辣到我的鼻子 我想碰到我的鼻子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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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沒有獲得 今次世界紀錄的認證 但比卡羅來納死神 辣度還要高出28萬 又會是甚麼感受呢 阿和你已經吃了 在數三聲之前已經消化了 龍之氣息比較香 而且辣是順一點的 沒有死神那麼粗 但是呢 他跟死神招不同的位置 死神招是會在舌頭 我牙佬對眼紅了 右眼紅了 好像後面開始 做meditation 有剪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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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經常跟阿和吵吵 我們現在都不罵了 我現在開始追溯人生走馬燈 最後就來到Pepper Eggs 他跟卡羅來納死神 是來自同一個種植者 辣度達到318萬 如無意外 應該就是全世界最辣的辣椒 3、2、1 拍啦 嘩好安靜 阿姜你還好嗎 我還是有剪刀嗎 我還是有剪刀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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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剪刀嗎 有沒有剪刀嗎 有剪刀嗎 有剪刀嗎 你喝得這麼有禮貌呢 我想趴下 但我用了鏡頭 我不會趴下 其實你趴下好看 對 不好意思 然後我現在有點頭暈 是嗎 嘩他在飄著眼淚 這個畫面是4K清楚的 最重要是有畫面 我的耳朵有點怪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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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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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不會幫到我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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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都挑戰最後一級 好厲害 給大家一點掌聲 看看 我就完全陣亡了 但年輕有為的真漢子阿朗 決定要吃大塊一點 再次挑戰Pepper Eggs 剛剛看到了 有兩顆字 我覺得是可以 我眼睛的感覺 阿朗來了 阿朗來了 喂 鑑子 鑑子 衝鑑子 入口室 問心一句 我應該是比較渴望的 得到同層之間的認同 是無法賣味 好 謝謝阿霍 謝謝阿霍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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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們玩得這麼開心 是不是也想試試試看呢 不是 但就不要隨意模仿了 好像在2016年 就有個英國男人在印尼一檔街邊 吃完一道名為死亡炒麵的菜式之後 令他生理極度痛苦 同時還經歷了暫時性的失衷 為何吃辣這麼痛苦 人們仍然這麼沉迷 我們於是決定請教醫生的意見 醫生想問問你 人為何會喜歡吃辣 喜歡吃辣?醫生也不知道 我們醫學界也想找一個基因 就是喜歡吃辣椒 很想吃辣椒 或者是跟基因有關還是沒有關 但到最後都找不到 雖然醫生一來就說他不知道 但一場來到 都想他解釋一下一些關於吃辣的迷思 例如吃辣是否真的可以訓練呢? 是呀 因為我以前是由本身不太吃辣 然後就訓練到自己吃得很辣 做完斷食之後 就發覺自己好像身體重新 沒有了吃辣的訓練 就是做完斷食後 如果一個辣用科學解釋 就是一個痛的訓練 就好像我們練功夫一樣 你小小幫忙小了 練至沙掌 你練的途中一定是痛的 肌肉又痛 骨頭又痛 你吃辣的途中 從小小級到中級 都是痛的 但你痛得久的話 接受了 以前可能要七五 四五級痛你就會哭死了 現在可能你去到九級痛 你才會哭 所以辣是可以 好像功夫一樣 越練就越高級 練習你的記憶神經線的反應 以前可以去到九重天那麼辣 現在可能入換BB級 都會辣到你跳舞了 所以道理都是疏於練習 你就可能會退步 是的 講到吃辣的生理反應 讀VO的我都有一個小分享 有一陣子 SEVEN推出這個麻辣關東煮 它不是很辣 但我覺得它很香 然後我可以吃的程度 是誇張到我可以早午晚三餐 都吃那個麻辣關東煮 哇 晚上去廁所精彩 你是感覺到江門的出口 是辣的 是熱的 而且那種熱不是一排洩完 那種熱就會散走 你感覺到它好像一種熱空氣 在你的出口 在陪徽 在周旋 那種很暖 冬天不太暖 很痛苦的 很痛的 辣椒不是甜酸苦 只是舌頭才知道 但偏偏在內臟 即胃和大腸 沒有痛過神經 但江門開花的位 谷花的位置就有神經線 所以你就會痛 最後就想問一下 坊間不少說法 說吃辣可以用來減肥 連雨多田光都有用辣椒減肥 又是否真有其事 減肥 是呀 報紙電視的廣告佬就說是 但實際上是沒有的 所以廣告說辣可以燃燒脂肪 讓你開心點 減低你吃肉 全部是廢話 但有少少科學又找到 吃辣的人會吃少了一些鹹的東西 因為都鬥了味道 又是吃辣的人 有時他已經滿足了 又會吃得不多 這類人就是吃辣會減肥 但比起我吃辣的人就很開心 所以我越吃辣就越肥了 醫生都是喜歡吃辣的人 醫生還補充說只要不太極端 吃辣作為輸壓的方式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除了好像一般人吃麻辣火鍋 吃下淡仔 世界各地還有很多的自虐狂 會搞各種的吃辣椒比賽 而過往也有不少新聞指 有人吃到休克分缺的狀況出現 不過人類總是不會在歷史中獲得教訓 隨著農夫和科學家培植出越來越辣的辣椒 和辣椒的副產品 在可見的未來 人類似乎都只會越吃越辣 到底人類吃辣的極限可以走到多遠呢 就等我們拭目以待 再次回到阿蘇 大臣